嗨,我是Koing Roo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 我的狗Emma 咬我的女兒漢堡妹的影片 你可能跟我一樣覺得 怎麼前面好好的互動 然後就突然咬下去了呢 其實剛剛的影片裡面 還有許多關鍵的訊息 那到底是哪些訊息呢 在今天影片的最後 你就會知道答案 不管在電影裡面 或是網路上 狗狗跟小孩相親相愛 窝在一起的畫面 讓很多人覺得溫馨 溫暖 像這樣 還有像這樣 還有像這樣 我看到的時候都覺得 我的小孩跟小狗 也要這樣溫馨的拍照 但是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啊 也就是因為這個誤會 讓我的女兒漢堡妹差點毀容 才讓我開始去研究了解 狗狗跟小孩 到底要怎麼相處呢 這一集 就讓魔力狗寵物訓練的 阿曼老師來專業指導我們 然後我用我家的Emma 跟漢堡妹 從小的相處磨合 來跟大家說說 狗狗跟小孩 該怎麼一起快樂的長大吧 我的女兒漢堡妹剛出生不久 我跟老婆小心翼翼的抱她回家 而我的狗狗Emma 當然是超好奇這個新來的小傢伙是誰啊 就跑來聞聞聞 看看看 過了幾分鐘 我看他們 咦 感覺相處的還不錯嘛 就想說來記錄一下這個美好的時刻 就把漢堡妹抱起來 放在Emma身上 這個時候 Emma對著漢堡妹的臉直接咬下去 雖然不是很大力 但是我們完全被嚇到了 想說他不是網路上的狗狗 都跟小孩溫馨的窩在一起嗎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狠的咬下去呢 我馬上問了阿曼老師 他才跟我說 我剛剛做了一個非常危險的行為喔 每隻狗狗有自己獨立的個性 有些狗狗溫柔 有些狗狗敏感激動 而不管他的個性如何 當一個有狗狗的家庭 要迎接一個小孩新成員 來家裡面一起生活之前 一定要了解 並且熟知這一集的八個秘訣 才能讓小孩跟毛孩 安全開心的一起生活成長喔 秘訣一 讓狗習慣並練習瓶頸 就是要讓狗狗習慣嬰兒的聲音跟氣味 還要讓狗在有嬰兒聲音跟氣味的情況下 練習瓶頸 然後要讓狗狗在有人快速活動 像是揮手快速移動的情況下練習瓶頸 還有要讓狗狗習慣和喜歡被觸摸 因為這些都是小孩來家裡之後 會出現的東西 小孩會有味道 會有聲音 會有動作 會跟狗狗有些接觸 如果狗狗原來就沒有特別討厭這些 那就可以加強稱讚狗狗平靜的行為 像是狗狗如果很喜歡被主人撫摸 稱讚 那一聽到嬰兒的聲音 或是嬰兒出現的時候 主人就可以這樣稱讚狗狗 但是如果原本狗狗就討厭這些 那就要用我們之前說過的反制約 還沒看過的 可以先去看一下什麼叫做反制約 可以先拿別人家有小孩氣味的物品 還有小孩的聲音 從最小聲開始播放給他們聽 讓他們開始練習 然後這樣慢慢的讓狗狗習慣適應 如果突然就強迫狗狗習慣 或是讓狗狗立刻跟小孩接觸 那很可能就會發生 像在漢堡妹剛回家裡面的慘劇喔 千萬要小心 秘訣2 環境管理 管理小孩跟毛孩 就要像是小學書桌一樣 然後讓他們坐在一起 中間畫一條線 就跟他們說 喔 誰超過誰就該招囉 你覺得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喔 將家中環境做好規劃 就是要讓狗狗有屬於自己安全 不被小孩打擾的休息活動 吃飯的空間 但是不能讓狗狗被排除在外 打入冷宫 關緊閉的感覺喔 長時間把狗關起來 絕對不是好方法 而正確的環境管理的配置 應該是像這樣 圍欄要夠高 然後圍欄的網格 或是欄杆的間距 要小朋友的手或狗的嘴巴 都無法穿越的最好 一定要一開始嚴密管理 慢慢彼此都能適應接受後 才可以慢慢放寬 就是這樣把小孩圍在兒童遊樂區內 然後讓狗狗喜歡待在自己的區域 休息玩耍 我家以前也是這樣 我的空間配置還算不錯 但是我的缺點是 圍欄矮了一點 而且圍欄有些洞洞過大 還是會讓小孩跟狗 有機會互動或是互弄 所以這兩點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喔 秘訣3 激動派的請注意 如果狗狗本身情緒行為不穩定 在小孩出生前 就需要先改善喔 如果自己很難處理 可以找訓練師協助 像是阿曼老師 就是可以協助的人 然後我們不能使用處罰 強壓式的方法 那一定會有反效果 然後也要避免狗狗跟小孩 玩太激烈的遊戲 像是搶玩具拉扯 或是拿著玩具快跑 這種讓狗狗過度興奮 跟快速的運動 激動的狗狗 在激動的狗狗 都會做出一些激烈的動作 很容易傷到小孩 秘訣4 不要忽略狗狗 不能因為有了小孩 就忽略狗狗 還是要和狗狗有足夠的互動時間 散步的時間 跟遊戲的時間 因為不管狗狗多溫柔 多不會表達 牠們都是群體動物 牠們都渴望跟主人 跟家人有互動 突然來了個小傢伙 然後對狗狗的關注就變少了 甚至生活的基本需求 都沒有達到 牠一定會悶在心裡 非常不好受的 秘訣5 嚴禁獨處 絕對不能讓幼兒跟狗狗獨處 永遠要由家長看管 而且做好環境管理 我們可以做的是像這樣 讓狗狗在嬰兒床外 聞聞小孩 狗狗如果是平靜的 那就要稱讚牠 摸摸牠 給牠小零食 就像這樣 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和練習 Emma可以平靜的在旁邊 看著漢堡妹 然後漢堡妹 也沒有像一開頭那樣 隨便亂抓Emma 已經都可以冷冷靜靜的在一旁 這樣的訓練越來越進步 牠們就會漸漸的 越來越好囉 秘訣6 做好榜樣 做主人又做父母的我們 必須以身作則 做好的示範 小孩會模仿 大人和狗狗互動的方式 不要隨便抓狗 或是抱狗狗 粗魯的對待狗 小孩都很有可能會模仿的 然後絕對不可以處罰狗狗 因為狗狗可能會將累積的壓力 轉向攻擊小孩 更有一些主人 看到小孩被狗狗咬 然後就罵狗 然後就把狗關起來 這樣的舉動 絕對會讓狗狗心情更差 然後覺得小孩更討厭 下次逮到機會 就更有可能攻擊小孩 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最後你絕對不可能丟掉你的小孩 因為你會上新聞 所以最後 那可憐被丟掉的 你也知道是誰了 秘訣七 全家都要懂狗狗肢體語言 家長們都需要具備正確的觀念 了解狗狗的需求 還有狗狗的肢體語言 小孩長大一點點的時候 家長必須教導小孩看懂 狗狗的肢體語言 還有跟狗狗互動的方式 一定要避免主動去靠近 或是觸碰狗狗 就是俗話說的 一直去弄狗啦 我們能做的 就是等待狗狗願意主動靠近 才能試著開始輕輕的摸狗狗 我們家長必須循序漸進 確認狗狗真的能接受 而且放鬆 可能更進一步 就像我家另外一段影片 漢堡妹一直要用卷尺去弄Emma 她一直說 撤 撤 撤 就是要去測量的意思 然後就差點被咬 你看這邊 也還好是她被咬過很多次 所以知道臉要躲開 很驚險 千萬要注意喔 秘訣八 製造好感 讓狗狗對小孩產生好印象 例如可以讓小孩丟狗狗喜歡的食物給他 讓狗狗覺得 這個小傢伙真是一個食物來源啊 只要小孩有動作 有聲音 隨之而來的 常常都是美味的食物跟零食 久而久之 狗狗就會把眼前這個小孩 當作是她的小主人囉 學會了以上這些 再來看看開頭的影片 就能說明 看懂肢體語言 跟八大秘訣的重要了 首先 漢堡妹想要弄Emma 你看這邊 其實Emma已經在撇頭了 又撇頭 其實Emma已經撇頭幾次 表示Emma已經開始不舒服 開始焦慮了 而當漢堡妹不知道 我當時也不了解的情況下 Emma起身 然後進一步的用甜甜來告訴漢堡妹說 好了好了 這樣夠了 不要再弄我了 然後漢堡妹還是想繼續抓Emma 無奈之下 這個被弄煩的感覺 到了一定的不爽 啪 就咬下去 但是Emma其實也是很控制力道的喔 她是用鼎咬的方式來警告 所以並不是真的咬下去 而是讓漢堡妹有感覺 讓她清楚知道 我不喜歡這樣 而這邊 我這個主人沒有做好的地方 是環境管理 我的圍欄其實不夠高 如果再高個20公分 Emma跟漢堡妹 都不會有互相去鬥弄的機會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點沒有做好的事 我其實應該提醒漢堡妹 甚至制止她一直去弄狗的行為 因為每隻狗其實都可以咬傷人 但是狗狗不會樂意主動的去咬人 他們會盡可能的避免衝突 除非避不開 或是忍無可忍 才會咬下去 然後網路上面 也常常會有主人PO那種 小孩一直弄狗的影片 然後炫耀自己狗狗脾氣多好多好 其實我在知道狗狗行為 跟肢體語言之後 我都覺得 這是很驚險的行為 因為非常有可能在下一秒 原本你覺得溫柔無比的乖狗狗 就會對小孩咬下去 甚至還有小小的馬爾濟斯 都可以把小女兒咬到毀容的案例 所以不管小狗大狗 都一樣要注意這些問題 而這不是小孩的錯 也不是狗狗的錯 是主人跟家長 不了解狗狗跟小孩這些相處的方法 然後狗狗被說是壞蛋 然後被氣養 這都是我們非常不想見到的狀況 讓小孩跟狗狗一起快樂的生活 是我們都很想看到的溫馨畫面 而且跟狗狗一起長大的小孩 會比同齡的小孩抵抗力更好 身體更好 不容易過敏 而且在父母正確的榜樣下 小孩的同理心 也會比同齡的小孩成熟很多 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急 都要在家長的監控下 讓他們自己慢慢的磨合 習慣 適應 彼此喜歡 你家裡 有狗狗跟小孩一起生活嗎 你都是怎麼教他們相處的呢 都請留言跟我分享喔 如果你覺得這一集對你有幫助 請分享給你的家人跟朋友 然後請訂閱 並且幫我打開小鈴鐺 我是狗魚鹿 我們每個禮拜天晚上七點半見囉 掰掰 好棒 好棒 好 短天圈 欸 欸嗎 不 你再叫他一句 在等你啦 等一下 bit 謝謝 Mé 很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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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棒了